那現在各位看到的是那個楓葉 它的陰影也是個楓葉了 那這怎麼做呢? 剛剛我們做的幾乎只有差一點點 但是我想重做一遍 那所以我現在全部重來一遍 那我重來一遍我就重開Blender 好接下來呢我把這個立方體刪掉 我新增一個平面把它拉到當地板 那再新增一個新的平面 然後把它拉過來一點 先看看狀況 現在陰影有投射到平面上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設兩個材質 那我把這邊拉出來 那首先我們要先建立一個Material 我這個希望是放楓葉 所以叫Leave 材質的地方呢也是放楓葉 OK 你可以先存一下 那我把它存 直接存在這邊覆蓋掉 Transparent 不要好了 Transparent Texture Texture比較正確 好儲存 那現在看起來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因為我沒有把楓葉放進來 我現在放楓葉 那放楓葉這裡要選 Image or Movie 然後把那片楓葉打開 然後把那片楓葉打開 打開之後呢我們按一下F12看看 OK 它有但是這個還不是透明的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東西設成透明的 那接下來我們先調回去 那在哪裡設成透明的呢 OK 這個DVAR設成1.0 這個Influence這邊設Rbar也是1.0 那還缺個地方 缺什麼地方呢 這個突然又忘記了 稍微看一下 Color Alpha Material的Alpha 射成0 所以在Material的Alpha要射成0 那這邊我們射平面看起來會比較好 Material的Alpha射成0 Material的Alpha and Transparent 這裡 OK 這裡的打勾 然後這裡射成0 按一下F12 這下楓葉有了 但是呢 陰影還沒有 這是我們剛剛所做不到的一步 那陰影沒有 為什麼會沒有呢 是因為你要去射的是地板 地板的接收端 不是射是射封葉端 是射地板的接收端 你這邊呢 它這裡均 首先你先把它的彩詞 New出來 然後呢 你要去设地板接收端这里的shadow shadow这边有receive receive代表它可以接收人家的阴影 但是呢 你除了打勾receive 你还要打勾receive transparent receive transparent代表只接收 只接收不是透明的那部分 就是代表说透明的部分 它就不接收了 但是这个使用的怪怪的 receive transparent 好像只接收透明的那部分 那这下RNF12 有看到有了 但是旁边是不是很怪 它就是太亮 那这太亮的问题呢 还是可以解决 解决的办法就是 就是回到枫叶那里 回到枫叶这里 然后呢 选一样选它的材质 记得刚刚的stencil 那这个把它打勾 好这样就解决了 旁边也不会太亮的问题 好所以这样子我们整个做完 就是一个可以有透明的枫叶 其实是用平面的贴图做出来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之一 提起来的 要是 对